哈嘍,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莓RTX 今天來快速了解一下紅染復刻的一些事前情報 首先前面之前有的角色,這次依然會有 那你之前如果出過祥賀的,那這次還有機會 你看看那個精美的Live2D 真香,我還是只能說,只有總田適合我 這次還有個新加入的雪峰 那這個雪峰是少數擁有結婚skin的角色 那除了結婚skin以外呢,他還有洋裝的skin 洋裝skin的SD角色會盪鞦韆生氣氣 這個看起來非常的可愛 別忘了,之前過年的時候還會增加一個Live2D 擁有超快手速的Live2D,你怎麼可能不買呢? 接下來是這個罪上,落地之後馬上可以進行改造 當然改造的需求是需要10張金改再加三位的資金 看起來還蠻貴的,不過改完之後能力會相當不錯的 那我們在後面會陸續的介紹 這次活動報酬除了一樣可以兌換瑞克之外 還有一個點數累積,你可以換到這個三威 所以無克也可以取得這個三威的一個角色 剩下其他的海域打撈啦,一些藍皮箭罩 都跟上次是一樣的 那在海域的點數部分呢 一樣每天都會有三倍的AB圖 再來C1到D3都有不同的獎勵 最高是到了180點 那除了一般海域的獎勵之外呢 還有每日任務,三兆還有艦隊,初級還有通關 也是困難關卡都有這個每日的點數可以拿 如果你只是想要拿角色跟這些裝備的話 所以大概只要花16500點就可以畢業了 那如果你是全都要的人 那大概要花27900點 那包含裡面所有的物資,所有的家具 全部換完大概要這些點數 好,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次星船的劍船性能 首先這個輔助技能 存活的時候可以減少主力艦隊的傷害 減少8% 那如果主力艦隊的成員 他的耐久低於20%的時候 還會回復他的耐久10% 每場戰鬥發生一次 那這個在推圖的過程中還蠻好用的 而且在演習場 他就是一個後排的功能 除了可以減傷之外還可以回復耐久 那在打演習 除了有珠諾可以補血之外 他是第二個人可以補血的前排角色 而且還有減傷 所以你可以跟奇劍保護啦 或是像是命運 他們那種保後排的技能是可以重疊的 另外一個防禦技能是 他在受傷的時候 會有25%的機率 將傷害變回1 哪怕你是打1000的傷害 打他身上 都會有25%會變成1 這個也就是因為這個技能 造就他非常坦的一個概念 他其實自己的回避 還有幸運值都非常的高 加上這個技能 可以把所有傷害 有25%的機率都降為1 所以回避之餘 他還有機會把傷害降為1 這也是這艘船 為什麼這麼坦的原因 你可以看 在這麼多的攻擊之下 他居然可以在魚雷陣 安好的突破這個每日關卡 我相信很少有角色可以直接坦著這些魚雷劍 直接通關的 更何況在其他的一般地圖 甚至在演習場 他都是最硬的驅逐 所以有了超強的生存 加上他這個保牌的技能 他在各個關卡或是在演習 都是非常強勢的存在 所以他本來全彈發射都還有附帶魚雷 所以他的雷擊能力也會反映在他的全彈發射上面 所以他彈度很高 也有不錯的一個輸出 演習推圖都不錯 輔助也有可以保護拍 只是說驅逐的防空不是很好用 那這隻角色真的強烈推薦你一定要入手 這有沒有雪風 你的遊戲體驗會是兩回事 真的有能力的話盡量把他入手是最好的 那他的裝備大概都是用716炮 射速炮配上這個磁雷 磁四連或是彩磁雷都可以 對空就選範圍大的 金圓盤或是這個105都可以 生存就是維修加滅火器 如果你是安海要虐菜的話 你可以想辦法換成彩棒 增加雷擊的輸出還有全彈發射的能力 他基本的坦度就很高了 安海虐菜不是問題 那危險海域開拓 他也是很好的一個生存船 接下來最上改 他的弘技是每個20秒60%的機會發動 提高自身的砲擊值持續10秒 一般傳統提升砲擊值的技能 再來防禦技能是受到穿甲彈的傷害降低20% 其實大概一般道中很少會用到穿甲彈 敵方大概都是榴彈或通常彈 所以這個技能在打道中的時候 不是這麼明顯 打演習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不過他打演習能力不是很高 再來改造後會獲得一個技能是 魚雷命中敵方5次 要命中喔 不是發射5次喔 是魚雷每一根命中5次的時候 會提升自身的砲擊 最多疊3次 所以也就是他最多可以直接疊24%的意思 這也是他開場有獄裝前 可以幾手就發揮魚人命中的優勢 開場就有機會可以提高火力值 那每個20秒還可以再提高火力值 所以他在整個坦度上面是還不錯的 那火力主砲加一的原因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你還可以再吃三力 或是吃長門這個技能 他的火力可以再多更多 可以比魚雷九四還要高 他在推讀的表現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在叢英方面 叢英很少 幾乎只有唯一一台主砲加一的重拳 所以他的輸出比艾蕩高雄還要高 對攻方面其實就一般般 演習一場他其實沒有太多演習方面相關的技能 就還好 往後要練叢英的科研團的時候 他在前排是非常好用的 非常好練的 那他的基本裝備就是用 科研這個四字二零三 三連砲 流彈板 因為他的攻速很快 你可以期待他的全彈發射 他其實全彈發射面積很廣 而且傷害很痛 盡量可以用攻速短的武器 來期待他的全彈發射 那魚雷可以用這個持五連 開場就有機會可以提高火力值的傷害 對空就隨便 選個攻速短的就好 基本上生存就是維修 加上我們這個油壓朵 就有很好的生存 他基本上輸出不缺 生存也還不錯 四號船真的改造起來 性能還不錯 好最後是免費兌換的三威 所以他技能是當自身存活的時候 可以降低後排的輕航母受傷傷害 減少15% 他是一個保後排航母的概念 那一樣他也有減少穿甲彈的傷害 他本身是輕裙 可是他戴中甲 會有一定的基本坦度 不過他整體的數值很低 火力低 效率低 魚雷低 防空也低 所以他在整個推圖啦 演習的環境都不是很好 他唯一的輔助功能就是 可以輔助後排航母的減傷 不過這個技能其實很多人都有 不缺他一個 所以這一隻角色目前來說 就是一個收藏的概念 未來會不會改造 那就是看未來的造化了 好我們看一下事前準備 之前打過應該都有一定的經驗啦 普遍都是有綁一個重巡 戰艦啊都是會綁住的 那這邊C圖的要求 大概就是這附近 尤其是在D圖 D圖比較麻煩的是 他綁兩個重巡 然後防空也必須要大於1800 因為這邊打的敵人都是雌核 所以你必須要有 比較強烈的防空的性能 火力一般來說還可以 平均等級大概大於80 這個是之前 一般你在台服遇到的狀態 應該都是這個數值才對 那陸服有比較困難的條件 我是不覺得他會出到這麼困難 因為台版之前是用什麼條件 應該復刻是一樣的 那陸服的條件是比較高一點的 這可能也是為了去打擊他們的 零破D號的概念啦 所以我覺得台版是不用太擔心 基本上就照去年第一次打的經驗 應該就差不多了 那道中人選 這次人選就很多啦 你有北宅 你有華盛頓 這些都是不錯 有對空又有輸出又有很坦的角色 明尼 波特也很坦 海鮮就不用說了 那道中 因為可能要六戰 要補血 這些對空的工作件也是很好用的 那D號也有這些常駐的D號人選 打王部分不外乎啦 防空高 輸出高 企業 或是你走 皇家 大理炮 也都可以 像客蝶海媽 背法都有高防空 那你想要手動 或是想要補驅逐的話 御三家的改動 都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啦 以上是紅藍復刻的事件情報 大概就是跟之前差不多 主要是新增的角色 尤其是雪峰 真的 拜託 一定要見出來 沒有的話 你會後悔一輩子 因為當初日版 就是因為 只出現過一次 後來要常住在小型建造 等了一年 等很久 很多人都等得要死 就是為了一個雪峰 因為有雪峰跟沒雪峰 遊戲體驗是差很多的 好啦 希望以上的資訊能夠幫助你 那我是草蜜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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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k payment 20 字幕是剛剛配我們 最早上次見 還有我們的